伊朗将正式加入上河组织,增加推翻霸权的筹码,中国贡献亮眼 大家好,我是萧云华,欢迎收看云华观点 伊朗传来好消息,将正式加入上河组织,扩大了我们的朋友圈 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话题 最近伊朗传来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好消息 据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表示 伊朗总统莱西确定参加第二十二次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同时还将签署加入上河组织的相关文件 这件事情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古人性的好消息 但对美国来说,就是个让人逃疼的坏消息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这次峰会基本可以确定伊朗将成为上河组织中的一名新的成员 在上河组织成立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规模不断壮大 从当初的六个初始成员到如今的九名成员 可以说这个国际组织已经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区域组织 当今世界以美国为中心组建的国际组织数不胜数 针对中国的联盟出了四方安全机制 奥库斯之外,印太经济框架也已经出具筹刑 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加入以上海命名的上河组织 无意再为中国突破霸权围独,增加助力 在伊朗加入上河组织后,依托于该组织提供的平台 能够将中国跟俄裔形成更加实质性的紧密联系 美国联合盟友对中国围追堵截 中国也可以学习美国四处建群的做法 建立反霸权统一战线,以七人之道换七人之身 其次,伊朗作为一个石油大国,战略位置相当重要 若是借助上河组织这个平台将自身优势发挥到最大 意味着该组织会变得更加强大 同时也会得到越来越多果节的认可 要知道美国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占据主导位置这么多年 和美元霸权是息息相关的 而美元能获得入金的地位 则是依靠石油出口,石油美元结算 建立起来的金融霸权体系 这一体系的形成,又和中东的产油国脱不开干系 在上个世纪美国曾以提供安全保护为条件 与沙特等中东产油大国达成协议 中东石油的出口结算只能以美元作为唯一的交易货币 就这样美国将美元和石油挂上钩 只不过美元石油体系的持续却被伊朗打万 因为伊朗并不愿意配合美国推动所谓的美元霸权 于是美国就对伊朗发起制裁,导致伊朗的经济每况愈下 即使如此,伊朗也从未向美国屈服 反倒一致加强和中俄的合作 换句话说,伊朗加入上河组织 势必会让美国感到压力剧增 伊朗原本就具有丰富的资源优势 只是一致被美国打压,导致他们的优势难以展露 如今被靠上河组织便可以获得在世界展露投交的机会 一旦伊朗的境况豪转 很可能会吸引其他中农国家也加入上河组织 届时美国打造的美元石油体系将会被彻底瓦解 有料伊朗的加入上河组织在面对西方打压的时候 会拥有更多的底气 同时也为我们增加推翻霸权的筹码 毕竟谁也不嫌朋友多 尤其是同一战线的朋友 不过话又说回来 上河组织如今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少不了中国在其中的亮眼贡献 一来一路倡议 对接欧亚经济联盟 推动中国不断加深与欧亚地区的合作 例如中板列的开通 中基屋铁路建设的开启 都体现出中国在助力各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去年与各成员国的贸易额突破了3000亿美元 同比增长40% 为各成员国营造了一个稳定向上的发展环境 总而言之 人多力量大 上河组织的扩援举动 很大程度上会成为中国突破美国群狼战术的关键 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